觀眾朋友 你好 要過年了 大家最煩惱的說 有沒有買到這個 不管是火車票啦 高鐵票啦 或者是飛機票呢 可以返鄉回家過年 而在大陸工作 許許多多的臺商朋友 是不是真的沒辦法返鄉過年了呢 到底是誰讓他們沒有辦法回家呢 因為M503這個航線的實施呢 兩岸之間的角力 甚至耳魚我詐 甚至對臺灣來講說 你明明就親問答案 結果你理直要到了 你連麵子 連豆腐 都還要把臺灣吃下去 這件事呢 是就東方航空跟廈門航空呢 今天宣布原本新增的兩岸春節的這些加班的班機呢 全部都要取消 直接就會衝擊到許許多多的臺商要返家過年的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話說 從頭來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我們看到 藍色 深藍色這一條呢 是海峽中線 以東呢 就是臺北飛航情報區 以西呢 就是上海飛航情報區 兩岸就是畫這一條線 這邊我們的那邊他們的 講得一清二楚 結果呢 大陸方面的說 不行呢 我原本這一條呢 是叫A470 在大陸裡面的這個航線 因為大陸現在經濟發展太快了 所以他們航線實在太雍色 連那個飛行員 機師說 不行 一天到晚在那邊天空塞機 不行 一定要新增其他航線 所以新增了這個M503 那在M503是在馬政府時候呢 就已經要做 但是馬政府說不行喔 你這樣子對我們實在是很不尊重喔 所以協商的結果呢 由北飛南呢 可以先飛 由南要往北飛呢 暫時不飛 兩岸再說 可是呢 這個時候呢 在之前呢 大陸方面說 我也不用跟你說啦 這就是我的這些領空 這就是我愛幹嘛就可以幹嘛 我飛了再說 蔡政府就很不高興 就說好你敢這樣飛 我作為反制呢 你只要大陸方面的民航機呢 不管是透過M503 或者是直接飛這一條兩邊的 W121 W122 W123 你只要敢飛這些航線呢 通通我不準 那不準的結果是說呢 包括廈門航空跟東方航空 他們就是要透過這三條線 來去飛兩岸之間的航線呢 通通都被打回票 而這兩個航空公司呢 就宣布原本在今年要新增的 春節加班飛機呢 通通取消 這件事是不是把台商 拿來當作兩岸談判的籌碼 而對於中國大陸 在台灣來講呢 這可能叫做親門打虎啦 可是另外一邊 台灣的民調做出來 又好像不是絕大部分的民眾 支持蔡政府的這個反制的作為 這件事該怎麼辦 而另外一方面 這幾年下來看起來兩岸呢 就很像這幾天的天氣一樣 冷得要死啦 看起來也很難有看到 所謂的春暖花開的這個跡象 兩岸關係將怎麼發展 今天再來好好討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之前呢 在台灣真的非常感謝 非戰鬥機的飛行員 後來呢他也投入民航界 前民航機師余皓偉 余教官你好 新聰好 大家好 再歡迎是台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董立文 董老師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 齊樂宇雄 新聰好 大家好 先來看看 當東方航空 廈門航空取消 所謂的春節加班機 不過這邊再回到這一張圖 不是說兩岸航線全部取消 這一定要先釐清 只有飛這個W121 W122 W123透過這個M503 航線的兩岸的飛機呢 是民進黨政府是不準的 但是呢原本我們來看看喔 本來我們就有很多兩岸之間的航線 像是什麼W2 W8 W6 這通通都可以飛的 你更別堂更早之前透過香港 轉到台灣來的 這通通都可以飛 換句話說 對台商來講呢 他只是說東方航空 真的會造成很大的衝擊嗎 來看看 M503航路爭議延燒 中國廈門航空發表聲明 因台灣的民航局 暫步核准兩岸的春節加班計畫 故決定取消70個航班 隨後東方航空也立即發表聲明 取消加班機兩家陸航 一共取消了176班 估計5萬多名旅客受衝擊 不要膠著在如何處理台商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即時能夠回來 團圓 中國方面所提出來這幾個航線 在沒有經過適當溝通的話 它真正是有飛行安全上的顧慮 每年其實不管是正常班機 或者是加班機 都是會使這個民眾有 或者旅客有更充足的選擇 所以多半是供過於求 兩岸春節加班機喊咖 雖然交通部公布了五個解套方案 包括轉搭其他航空公司 以及前往鄰近的機場搭機 或利用小三通返台 港澳中轉 還有加開國際航空的加班機 甚至透過小三通返台 金門也背脫了軍機應應 但台商人大嘆 返台路遙遙 台商抱怨 今年的春節返台過年計畫全亂了套 但交通部表示 陸行業者取消航班 對飛安來說是相對安全的做法 如果陸行再提出申請 也還是有機會再把門打開 不過M503航路爭議 兩岸的高層沒正式協商前 短期內依舊陷入僵局 記者 綜合報導 到底是誰讓台商回不了家過不了年呢 這個必須要先釐清說 並不是說真的回不了 因為還有很多航班可以選擇 可是這件事情 包括東方航空跟廈門航空說 這不能怪我啊 我之所以取消這些加班的航班呢 是因為台灣方面不允許這些航線 那台灣說不能怪我啊 這是大陸方面硬要飛這個M503 兩岸都還沒溝通 你就要從南往北飛 硬要實施這個對台灣空房來講 深具威脅的這個航線 大陸方面說 這也不能怪我啊 這是我的這個所謂的 自己的航空的權利 我愛怎麼飛 幹嘛要知會你台灣 你台灣之前也有做些新的航線的增加 也沒來知會我中國大陸 可是我們來看看 先回到最根本的 東方航空 廈門航空說 因為他們採用新的M503的航路 這跟王應傑說的也不一樣 這不是原本早就有的兩岸 直航的路線 這是新出來的路線 所以他不是行之有年 這是新的 那因為呢 這兩個航空公司是採用 剛剛我們談的那三條 橫的新的航線呢 所以台灣民航局呢 不核准這個兩岸春節的加班機 不是說春節飛機通通不准喔 只有這些加班機不准 因此東方跟廈門航空說 取消加班機的計畫 那你如果已經訂票呢 退錢 東方航空說 總共取消一百零六班 那因為來回就乘以二 變成是兩百一十二班的 往返的航班 包括上海合肥無錫南京 總計呢 這個是東方航空自己講的 然後會影響到四萬名的旅客 廈門呢取消七十班 包括杭州福州 廈門長沙 會影響幾萬名的旅客 我先請教一下清皇兄嘛 你對臺商可能比較熟一點 取消東方跟廈門航空的春節加班機 真的衝擊影響這麼大 我們先回到就是一開始談 就是說這個主題大家都說 他因為他衝擊到臺商 所以導致大家一票難求 那所以我們要確認說 現況到底是不是一票難求 所以呢我今天有特別幫信聰 用Skyscan的這個網站 因為他是一個航空機票的比價網站 用他去看了一下 從上海飛到臺灣來 跟從廈門飛到臺灣來 還有合肥飛回臺灣來 從十號到十四號這段時間 到底還有沒有位置 所以我們查了一下 發現就是說從十號到十四號 不管是上海合肥 以及這個我們講廈門 你飛回臺灣 基本上都還是買得到機票 所以現在還很多票 那你想想看喔 現在是一月三十號喔 那很多人機票呢 現在距離那個一月十號的時候 其實只剩十天的時間嘛 大家如果要訂機票 一定是在這之前先訂了嘛 通常我會提早兩個禮拜 半個月以前先訂機票啊 所以你看我到今天再去訂機票 基本上還是訂得到 沒有訂不到機票的問題 差別只有在於說 他是直達還是要轉機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面看到 就是說其實現在還是有那個票 不是沒有票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再給大家一個數字好了 去年的春節加班的旅運的 這班次大概是三百一十四班次 那今年在之前 其實已經核定了三百一十三班次 所以只比去年少了一個班次而已 那去年三百一十四個班次 其實還有很多航班 他是沒有坐滿的 整艘飛機只有坐滿五六成左右 也就是說 所以今年你看到的狀況是 三百一十三個航班 理論上他應該是有機會 還是可以搭得到的 那所以問題出在哪裡呢 問題出來說是增加了 使用M503的東方航空跟夏門航空 所增加這一百七十六個這個航班 他等於是在本來三百一十三個之外 再多申請出來 所以這些部分呢 其實就是說他為什麼要提這個申請 然後呢他對市場的影響是什麼 也就是說以現在現況 我們看實際的狀況 其實他還是訂得到機票 不是訂不到機票 所以話說回來就是說 那這個議題是什麼出來的 你如果看到就是說 好像看到像王穎傑也跳出來抨擊 看到台氣聯也跳出來抨擊 那為什麼這麼多台商單位跳出來抨擊 其實我們就當然很合理懷疑說 這就是因為你在那邊做生意嘛 所以你當然就配合得要表態給人家看啊 不過請問熊那個事實基礎 我們還是先理清 您剛從透過Sky Scanner 這個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訂機票的網站 你看到說過年前的機位 對還是有的 對還是有的 但會不會很多都是要轉機 從哪裡轉哪裡 對於台商來講時間就是金錢 我就是就是要回家一趟 趕快再回去處理生意的事情 那直行的會不會就真的一票難求呢 我覺得以我現在看到 當然有一些是真的是要轉機 有一些比如說從上海要回來 那他在那幾天裡面 可能直達的已經沒有了 他就是要轉機 所以今天只是回過來要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以事實的現況看到說 機票他不是沒有 那確實就是說 多了一個狀況是需要再做轉機 但是不是每個航班都需要轉機 所以問題是要回來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們的這個台商也好 還是民眾也好 他要去評估一件事情 就在所謂的M503航線 畢竟我們說他是一個國安的問題 是 因為畢竟他那條航線 逼近我們的R9 R11的空軍的 那個所謂的訓練場區 場域的區域 那所以他要問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不要為了這個 所謂的國家安全的議題 在方便這個事情上面 多做一些退讓 那國安等一下我們再好好討論 可是您剛剛談到說 跟去年比較 我們光看東方航空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這些 差一班 運量 差一班 差一個班 所以如果去年根本都沒做滿 理論上今年也不會發生 一票難求的狀況 對 沒有錯 那唯一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航班加入有一個差別 是因為你多了一百七十六個航班 那在市場上我們用正常工區去看 他比較有可能會發生影響 是讓他票價往下降 會比較便宜 會比較便宜 所以他實際上我覺得 他的造成的效果 應該是在於說 假設那個東方航空跟廈門航空的班次 但是被核准的話 大家買的機票會比較便宜 可是差別只是在於說 我們跟去年維持差不多的航班數量 會讓票價可能就跟去年會差不多 不過談到國安 或是談到所謂的臺商要回家 你其實也不太去計較那種一千塊 兩千塊這件事情 因為過年一年一次 不過那義兄 你怎麼看來 這是一個國安問題 還是一個民生問題 還是說我們透過民生問題 去阻擾國安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基本質上是政治問題 兩個就是代表這個沒有經過協商 片面的一個作為 因為當初在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是有默契的 要變更的話 要由南向北 或還有三個延伸的這個銜接的航線 現在多出 突然多出四個航線 是 當初有這個默契說要共同協商 但問題現在時空改變了 執政黨也改變了 因為馬總統有九二共識 你小英沒九二共識 是的 是的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因為這是沒有經過協商造成的 那這個會進一步的增加兩岸的不信任感 這會進一步的撕裂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非安的安 非航安全 我問了一些這個 這個這個 一些一些這個 了解情況的一些人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意見 我綜合起來是 第一個 非常安全 除了堅針的這個能量 要要吃緊 稍微工作範量更大 有一個概念 就是風險承擔力 就是說 我們雙方要保持一定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適當的空域 現在不僅是一個空中 因為我們有空中的警戒的這個飛機嘛 我想飛行員應該就很清楚 不但是一個適當的空域了 你還要保持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安全的間隔 這個中間拿捏 因為涉及到四個演訓的空域 從阿八有四個 我們就是在中間的旁邊 那我們在這邊 平常演訓的時候 你知道 雙方要給對方軍事演訓的一個 合理的風險承擔的空間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旁邊多了很多民航機 不得了對不對 我們只有兩條路選擇 一個就是我們必須調整 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空間 對 你不是後退 就要次數減少等等等 第二個 你不後退 只有一個可能 風險承擔力就會加大嘛 出錯的可能就會加大 不小心就把你飛機打下來 這出動會加大 所以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很重要的一點說 你要給我一個 可以承受的承擔力 我也給你了 我們反 我們外面思考 如果今天我們一個 今天有一個國際航空公司 是貼著他的 演訓的區域的話 那就意味著我們不給他一個 是 一個比較安全的 這種承擔力了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 相互要彼此照顧到 那回到這 所以M503是大陸方面 給台灣一個很大的敵意嗎 好 我現在要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黃直成 就是我們叛逃的那個飛官 他在2015年3月28號 接受台灣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了這個 我覺得從他的思路來看 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針對台灣的 我認為是針對美國的 怎麼說呢 他當時說第一個 這個航班是 戰略的角度來看 是中國成立ADIZ 飛航情報區之後成立的 為了什麼呢 防止美國干預台海事件 因為這個地方 一旦民航機一多的話 美國就至少在台海 你進入很困難 全是民海 對不對 了解 第二個是針對民進黨的 因為那時候怕 2016年民進黨勝選以後 民進黨不會承認九二共識 是 就拿這個 來作為一個談判的籌碼 了解 他一講完以後 兩天以後 國際辦就出人否定了 說這是個人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 這個邏輯是對的 好 我們現在來看 對民進黨是不是 時間已經過了 民進黨已經執政 一年八個月 這個問題都沒有出來吧 是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出來了 沒有民進黨 執政一年八個月 沒有跳出來 為什麼現在跳出來 是因為 美國對中國的重新認定 就是從川普 去年十二月十八號 那個國家安全戰略 到一月十九號的 美國國防部所公布的 國防安全戰略 定位成 中國是一個戰略的競爭者 而且把它定位成是 將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 都談了很多了 對不對 在這個大的情況之下 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 我們的判斷是兩個 他的意圖是什麼呢 就是讓這個地方 真正變成 航路更密集的 國際航線 讓美國更難插手 對你美國 至少在台海的 臺灣海峽這一段 你進不來了 OK 所以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對不起我再查一句 這是第一個 那有人會問說 難道他放棄了這個 這邊的作戰方向了嗎 不 他並沒有放棄 你曉得 平戰轉換是很快的 對對對 一下就全部飛機不准飛了嘛 就進入障礙 所以他有平站轉換機制 所以我們現在在觀察 如果我們修正我們的 航空的演訓的 他們那邊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是把它純粹當成一個國際航線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變得很奇怪了 在國際航線密集的東間 我們居然會有一個演訓的空域 是 這不屑我們不義嗎 我們等於是對大家 所有人造成 造成困擾了 是 這到最後演變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要去關注的 OK 所以如果照日益兄的分析 那個什麼 A470 中國什麼 那條航線 太庸舍 非得飛 M503 這個說法 恐怕也不是很能說服人 不可以說 然後我問過 我問過一些 對不起我插一句 他們說其實 因為他是國際航線 都是要靠外面飛的 OK 他們不要往裡面飛 但至少對台商 說因為我們非得要飛M503 否則他們就回不了家的這個說法 恐怕就真的更難說服人 不過我請教董老師之前 我們來看看 但是還是有不少的台商認為說 蔡政府的這種反制作為 恐怕真的對台商 反鄉的權利有所損害 我們來看看 M503航路爭議 不少台商今年反鄉過年 卻因為春節加班機取消 不像往年便利 國民黨智庫召開台商保障權益論壇 有不少台商特地反台參加 更有人在會中大土苦水 認為兩岸關係停擺 結果台商權益最先被政策犧牲 要去搶這個票 然後又要去搶比較 好像說比較低的那個倉等 那是很多人要搶 那當然一定搶不到 大家要通過去 要了解一下說台商吸取 不能說沒有疫情 那個機制就停掉下來這樣 不承認九月公司後面連續下來 還會再發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當然是被犧牲的嘛 對不對 有台商實言 東航和下航取消春節加班機 對沿海省份的台商影響較小 畢竟還是有經過港澳轉機 以及小三通等途徑返回 但是對華中內陸地區的台商 像是上海浙江等就影響很大 台商也是首度遇上春節返鄉班機 擠破頭的情況 對政府抱怨不小 甚至在年後 總統會出席的海基會 台商春節聯歡活動 已經有人不打算參加 第一次春節 大家各自想辦法 回台過春節 這樣的感覺是不好的 現任的政府來講 是一個比較大的損失 應該很多人會考慮 這次不回來的這個決定 應該繼續去談判 然後不要去減少春節返鄉的 航班這個加班機 前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受訪時 也表示M503航路的爭議 是政府政策引起 就算透過海基海鞋進行協商 效果也有限 而國民黨主席吳敦玉則說 正在籌備國共論壇 預計四月登場 將會鎖定台商權益保障 陸生交流 陸客來台等三大議題 記者小春柏宇台北報導 不過在談政治之前 還是讓專業的先來談一談專業 我就說 教官您也飛過戰鬥機 然後後來也去飛民航機 是不是非得透過M503 然後新增這四個航線 然後才能讓台商 通通順利的返鄉過年 這個有必然性嗎 這個當然不能說 有全然必然性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來講 因為那個MIC503 事實上應該M 我們在飛航空界是念MIC MIC503這航線 我覺得他政治性的話 當然是比較大 但是如果說 對軍事方面的影響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可能性不高 我就從軍事 然後就民航的角度 就台商角度 來一一做一個分析 我們先從軍事來講 可不可以先回來 剛剛那張圖 好麻煩 那個MIC503 MIC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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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來看看那張圖 那張那個有空域的那張圖 拜託給我那個電腦那張 好 主持人你看這條航線 我們知道他第一個 他對軍事來講的話 他之前在那個 剛剛開始建立這條航線的時候 他離中線海峽中線 只有四點二海里 那四點二海里 他為什麼會願意改 當然是中共來講的話 他這邊有個考量 就是說他要站在一個底子上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講一條國際航線的話 他的左右寬度是五海里 所以呢 他後來他就往西喔 就等於說退了六海里 所以等於說那個 就離中線是不是變成十海里 因為 因為飛機喔 他早期飛機精確性不會很高 當然現在飛機精確性很高 都可以飛到那個航路的中線上 所以呢 以前早期飛機會左右 左邊晃右邊晃的話 會有五海里的空間 航管不會去管你去 但如果說你超過的航路寬的話 航管就叫 所以我相信中共當初考慮 他是想站在一個裡之上 就是說等於說退 向西邊退 退了六海里 等於說十十點二海里的位置 他中線寬的話 就不會接近到中線 那你說呢 這個民航機在走航路來講的話 對飛安軍事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沒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走的高空來講的話 這個你就說 當初有很多人講說 我可能是 借著這個 好像是用那個民航機 像以前以色列一樣躲下面 那現在雷達來講 他分離點都很 可以分成到幾百幾百尺 甚至幾十尺的距離 他可以分離出來 所以你要像以前以色列 躲下面是不可能 但是唯一這條航路 不可能說什麼七四七七六七七七 在下面躲軍機 躲那個轟炸機 躲戰鬥機 沒辦法 對因為我我本身 在TOPGON的那個學校 受過訊 那個雷達可以幫你分離出來 到幾十公尺 那不可以說 那個我們戰鬥機 偽裝成民航機 飛這個M503 好 那這個先到一個 我們都是 我們有個叫做 transponder 你要射 例如說你要走的航路來講的話 一定要經過許可 他要潛飛進計畫 打比說如果說 他像我們這邊飛來的話 我覺得他這樣飛有問題 我可以不許可他飛進計畫 他這樣飛機是不肯來 所以如果說 而且像我們本身在飛軍機來講 我們有時候很多時候 我們也是軍機走航管的路線 就是走航路 為什麼呢 因為天氣不好 我們要找航管引導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航管不許可我 對不起 你要自己就走戰管的引導 這個東西來講 那唯一對軍事上 我覺得最大影響的話 就剛剛我們來賓講的 你看那個從這上面 論局9 論局8 論局5 這幾個靶區 最遠那個論局9 不要講 論局8 論局11 論局5 下面那三個靶區來講的話 影響確實很大 就是這四個方塊 對 就是我們平常呢 在所謂的射靶機 要把它打下來 對 在這邊練習 或者是說那個我們戰鬥機 再是飛行盤旋 就是在這四個區域 對 他現在如果這些綠色是海 深藍色是海峽中線 對 如果他M503弄了之後 不管剛剛是樂益兄 或者是青皇兄 都有談到 如果你這邊一直在飛民航 國際民航 我們可能說在這邊 在靶機 靶區 畫在這邊 我們非得往後說嘛 我們這防空眾生 不就受到壓迫 也不是 因為我們在這個靶區裡面 這個論局8 論局9 就靠近那個 中線那個幾個靶區來講的話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是為什麼 會用機炮攻擊 那機炮距離來講的話 不會很遠 會用短程飛彈 例如說像響尾蛇飛彈 我們會做一個試射 可能就是拖把 或是打飛彈上去做試射 海閣就現在我們的話 有中層飛彈 那我們這中層飛彈 他距離的話就很遠了 如果說這時候有航路飛行 因為正常在 在這四個框框裡面 飛行的時候 我們軍方會發佈 飛航公告 通知那邊飛機 不能任何飛機不能進去 例如說你看像那個 上面的有沒有 就是說那個威士忌2 跟那個威士忌8 上面的航路 他為什麼會拐個到 走威士忌2 因為就是他經過到那個 論局 論局9的把區 就是下面的這個把區 我們說威士忌 如果說 M是麥克 W是威士忌 威士忌2 就是要繞過這個把區 這個R9的這個把區 是R9嗎 應該是R9 R9把區 所以他要這樣子飛 很奇怪嘛 所以他就會走威士忌2 然後他的路線來講的話 就會比較遠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說我們在這空域內 我只好是發佈了 飛航公告的資料之後 你飛機不能通過這個地方 然後下面的船隻也要做迴避 因為子彈會掉下來也會打到船 那個飛彈掉下來也會打到船 所以在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他會所有的飛機跟船都不能經過 但是現在就有問題 因為我如果說我剛好在追擊 我的目標機的時候 我剛好是向西面 你現在走的 麥克503航路的話 我可能射沒中程飛彈 那個飛彈一出去以後 可能會不長眼 噴射機的氣 他可能沒有追到我的靶機的噴的氣 他可能追到迷航機 像七七有四個方向機 追到東方航空的會 是 追到東方航空 或追到下面航空去 這會把迷航機給擊落掉 那擊落掉以後 會變成一個國際事件 所以我覺得就軍事上來講的話 這個部分的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他會限制我們這四個靶區一些活動 可能我們就要靠東邊 在靶區邊邊做 或者是我們就不能做這四個靶區 要移到別的靶區去做 那這樣的話對我們戰力來講的話 會有很大的影響 這是對軍事方面 其他來講的話 你要怎麼偽裝成那個什麼 民航 民航機那些 那個現在飛機不會高來高去 所以這M503對臺灣國家安全的影響 倒不在於說什麼戰鬥機 轟炸機會躲在民航機下面 來去攻擊我們 也不在於說戰鬥機或轟炸機 會偽裝成七四七或其他的民航機 然後跑到我們這邊來轟炸攻擊我們 而是在於說 你當這邊成為國際的航線之後 來往頻繁的這麼多的民航機 會使得我們這四個 所謂的那個軍事上的那種演練區域 非得往後退 或是非得限縮 明明中程地對空飛彈 該設我們就設不了 所以這是對我們軍事上的一個重大威脅 不過董老師我再回到剛剛那個 然後台商是不是真的是一個議題 還是他是一個假議題 我們再來看看針對台商的疏運的部分 交通部也提出了一些做法 包括五個措施 譬如說我們也有長榮 我們也有華航嘛 我們這兩個航空公司也一直在飛啊 你幹嘛不搭他們 你非得搭廈門或是這個東方呢 還有其他中國的這些航空公司 也都在飛嘛 你也可以坐嘛 不然你到附近機場去坐吧 別的機場 不然你走小三通 廈門回金門 或是港澳回來 也都可以啊 那華航長榮還會有加班機 或者是飛機會開大一點的飛機過來嘛 那長榮跟華航也都說 已經申請合肥浦東無錫的這些加班機 然後長榮說 航中還有兩班的放大機型 多六百多個位置 那今下這個一條龍小三通呢 這也會有更多的這些運量 不過呢 這幾天天氣很不好啦 你到金門能不能回來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馬祖要回來 恐怕天氣風險更大 金門到台灣這一部分呢 其實都會有一些所謂的 加大的這些運量出來 我想問台商導致很多的不便 台商心裡有很多的不滿 因為這個民進黨政府不承認M03 不核准新的加班航線 這是一個假議題還是一個真議題 我相信它是一個真議題 因為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其實只有中共才能夠有那個能力 有那個條件把台商當做人質 不台灣政府沒有這個能力 沒有這個條件 然後這個事情顯然的也是中共 他片面單方面他自己主動挑起的 所以今天的現在問題已經擺在說 就是說我們的政府是不是就是說 讓中共這個片面的這種改變這個航線 成立新航線這個行為 然後還要我們牽制核准 也就是說它那個航班的那個飛機要飛過來 要飛這個航線飛過來 還要我們牽制核准 那我覺得這個就太就是說太霸道了 也太不講道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今天的政府才會說 飛這個新航線的這個搬機 加搬機不予核准 其他的都沒有影響就對了 我相信到最後應該或多或少 還是會有些台商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我們政府 他需要更多的這種政策說明 是 那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這條新航線 它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樂義兄講的政治問題 他還是非常實際的飛安問題 跟這個國安國家安全的問題 剛才我們機師非常明確地講了說 是幾個訓練場域的問題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其實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完全不能排除這幾條航線 未來會有突發狀況 因為歷史上就是有這種案例存在 以色列他不是藏在民航機下面 以色列兩次第一次去攻擊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救他們的人質 那個那個烏干達機場 第二次去這個去摧毀伊朗的這個 這個核設施 飛的就是這個民航機的這個航線 塔台呼叫他 阿拉伯國家塔台呼叫他 他就告訴你我是加班機 那這個那個塔台也認住了 趕快去確認 你去確認的這一剎那飛機就過去了 這是非常現實的案例 一九八六年 這個韓國航空公司 有一架民航班機在西伯利亞 被俄國的航空那個那個飛彈 給他擊落下來 民航機阿 俄國指控 就是因為你這條民航機的航線 有美國的軍機 用這條航線偽裝成民航機 來刺探我西伯利亞 那當然他是個懸案 我只是這麼說了 未來不管是哪個政府當家 就是說你監控我們對岸的 這個這個所有的機場 所有的飛機 只要是往我們這邊衝的 飛機只要是往我們這邊 這個這個由這個由西向東的 你一定都會非常緊張 你一定都要全神灌注 他就是壓縮了我們空房的這種 這種預警的空間跟時間 因為你任何一個政府 你都得盯著看 Who knows 誰敢排除這個可能性 任何政府不敢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那他就他就壓縮了我跟他強調的 我們空房的時間跟空間 不過對很多人來講說 當然國家安全一定是最優先的位置 那覆巢之下五彎卵嘛 相較起台商可能那個機票 稍微便宜個幾百塊一兩千塊 相較他們是不是可以很順利的 然後完全不需要轉機的回到台灣 國家安全當然重要太多太多 這沒辦法比 可是我看到這個民調之後 嚇了一跳 這個是由財團團法人臺灣民意基金會 也是游英龍游老師所主持的 這樣子一個民調的結果 出來是說 那老公方面呢 不跟蔡政府協商 自己就飛這個M503 那交通部決定說 你飛這個航線的我不准 那這樣子臺灣的人民 知不支持呢 一點都不支持的兩成 不太支持的兩成三 也就是不支持的加起來 就是大概是四成四 百分之四十四的臺灣民眾 不支持蔡政府用反制的作為 去反制M503 那支持的呢 非常支持小英的做法 就是不讓你飛這條 新航線的百分之十七 還算支持的百分之二十二 加起來呢 也大概就是百分之三十九點多 就是算四成好了 四成支持小英政府 不讓新航線去飛兩岸 四成是反對小英政府 也就是不支持 不挺小英 臺灣人在想什麼 東老師 我覺得這個民調 就是說 他沒有問清楚題目 如果換個方式 受訪民眾搞不懂 再問什麼 或是說我們的政府 沒有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中共單方面 精緻啟用M503 航線會壓縮到 這個臺灣的國家安全 以及兩岸的這種民航安全 這樣子你支持蔡政府的反制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問 我相信在我們臺灣 會得到比較多的贊成跟支持 但是我同時也強調 連岸關係 因為涉及到這個 這個我們臺灣自己 非常敏感的神經 也有藍綠的這種對抗在裡面 所以說 一向連岸關係問題 在我們臺灣 其實是分裂的 是撕裂的 就是說你永遠不會有一個多數 意見存在 這也是事實 OK 你也不可能說 因為四成四 不挺小英政府 然後呢 你就說好了 M03你愛怎麼飛 就怎麼飛 國安跟所謂的民調 恐怕還是完全兩回事 但是這個民調恐怕 也呈現出來 臺灣內部認知上的一些矛盾 樂一兄你怎麼看 這個民調 我看了 今天早上特別去看了 他一大堆民調 這個民調 下一個民調很有意思 就是對蔡英文 處理兩岸事務 是太軟弱呢 還是太強硬 兩邊都有人吧 很有意思 太軟弱 比太強硬要多 他將近百分之三成 OK 照理講 你認為蔡英文很軟弱 你應該是要支持反制 但是反制卻少 你懂我意思 這很有趣 就是說 認為蔡英文很軟弱的人 比例高 但是卻不支持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只有一個可能嗎 民眾還是從一個 一個務實的態度去想 你反制 效果很有限 第一個 你反制誰受害最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反制 對兩岸的關係的穩定性 跟不確定性 哪一個會比較多 你一推演 你就知道 這個反制 民眾 我是從這個民眾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比例來看 可以說明 這個問題嗎 但是我自己延伸出來的就是說 今天那個交通部長講一句話 很有意思 我覺得重點是在這邊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發現我們要的是一個 溝通跟協商 我們要這個 所以我們交通部長說 盼望兩岸有技術溝通 然後呢 因為有協商了 我們同意你 我的同意你是經過協商 同意的 現在是因為 沒有協商你就做了 我們要這個東西 你尊重我 那M503 就不是威脅 現在就是這個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就跟當年春節包機 剛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兩岸技術協商 有兩岸民間的民航業者 在蘇澳談 在那個在這個澳門談的嘛 所以我們要的是這個 那我說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這樣子 而能夠進一步的促成 後續你剛剛講的那個 有一點點民間業者的 因為官方不能嘛 是 民間業者民航業者的 這種協商跟默契 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那我就 就等於說 這個問題是有協商的 就是小兩會模式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有 只要有助於兩岸的穩定 就好嘛 老共現在是擺明 不給你面子嘛 對不對 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今天是今天講的 交通部長今天 一月三十號說的 說人盼望兩岸 有技術溝通 大陸的航空公司 人可以再提出申請 能沒有關嗎 不過我有點 confused 如果說M503 嚴重威脅到台灣的國家安全 不管有沒有協商 它都是危險嘛 對不對 你不會協商之後 就不危險了 所以我來補充一下 M503事件發展到今天 你仔細去看 包括我們的總統府 陸委會交通部 都一定會把協商擺在裡面 就是說我們判斷你來協商 這是第一點 就是那個協商的門沒有關 第二個 所謂的協商 並不是就像各位理解的 那我就要同意你的M503 或是說 有什麼替代辦法 這是可以討論出來的 是 是 因為本來他也是說 M503是這樣畫 但是我為了尊重你 我再往西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會看 那個綠色那條虛線 是他才要飛的 不過我們來看看 還是回到最關鍵的國安問題 這個國安是不是可以透過 所謂你尊重我 我們來協商 就稍微可以打個折扣 我們來看看 二零一五年飛航小兩會 有做出協議是說 距離臺北飛航情報區 邊界十點二里 那這是在往西偏六海里 那國際民航航路 當時的協議說 是不會有戰機介入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國安的問題 不過國安會的副民事長 陳文正他說 如果M503這樣飛之後 未來臺海上空雷達光點 跟無線電的訊號會大幅增加 因此我們空防兼針的壓力 會越來越大 那麼多人那麼多人 到底是什麼 那是攻擊的戰鬥機 還是轟炸機 還是民航機 你到時候要花很大的能量 去監控 那施校偉軍情與航空網站的主編 他說民航機都有配備識別器 可是你不能完全排除對方 把軍機偽裝成為民航機 飛在M03 我們啪一下跑來臺灣 然後前空軍航管參謀長 他說金門跟馬祖 就在這個重疊範圍 那如果你這樣飛 到底是上海飛航情報區來管 還是臺北飛航情報區來管 這會很困擾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接種 他說 這會壓縮到我國的防空警戒的眾生 就是剛剛教官所說的 然後你要嘛就往後退 要嘛你就是不太敢去做那種高度危險的 這種試射試飛的動作 這將會影響臺海的空軍戰訓任務 前國防部長 回航部副部長林中斌說 不排除未來會有軍事企圖 不過現在用不到 以後用不到 用不到不排除 那因為現在買臺灣比打臺灣還要便宜 我們來看看M503如果真的嚴重影響 威脅到臺灣的國家安全的時候 到底臺灣方面有什麼籌碼去跟對岸來做談判 中國民航局4號透過官網宣布 即刻啟用M503航線北上運行 及相關銜接航線 並聲稱設計時已避開金門馬組 往返臺灣航線 會與臺灣保持技術性溝通 消息一傳出 陸委會立刻要求對岸停止相關飛航行動 總統蔡英文也公開向中國喊話 兩岸互動應該以維繫區域安全為優先考量 針對臺灣的主張 國台辦則回應 M503航路是大陸民航空運管理工作 本無需與臺方溝通 大陸仍向臺灣通報 臺灣因正面看待 不要借機做文章干擾或破壞兩岸關係 學者認為 中國用偏面的方式決定兩岸事務 顯示中方不再考慮臺灣的反應 像其他的飛機繞臺 現在航空母艦又來了 他都可以說是力行性訓練 但基本的觀念 他們自己的觀念 他不告訴你 就是把這個整個地區 當作他的地區 M503航線與海峽中線太近 可能干擾金馬航路 也會壓縮到臺灣戰機的空訓空間 同時加重我方防空體系的反應壓力 都會影響國安 甚至來講說 比較誇張的程度可能是他有這種 比如說假冒的狀況下出現的話 專家學者認為 中國以民航空域太過擁擠為理由 擴充海峽上空飛行 臺灣雖然不滿 礙於國際情勢仍無法解決 考驗蔡英文政府的因應能力 不過教官我還是請教你 臺灣真的有籌碼去跟對岸談判 除了說你如果敢飛 因為那個航權還是要我同意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其他籌碼 我們來看看 在另外一張圖看的 就更明顯了 然後這個呢 是海峽中線 我們看到這一條 那個這個應該是深藍色的 這一條是海峽中線 紅色這四區呢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演訓的 叫靶區也好 或演訓區也好 反正最危險就是四區了 新的M503呢 是這一條粉紅色的這一條 僅靠著海峽中線 什麼意思呢 在海峽中線以西 他說了算 舉另外一個例子呢 我們自己也有新的 一條這個是L1的這一條航線 這個也是呢 我們讓出來給民航飛的 所以對岸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 你讓這個L1出來 要飛民航 你也沒經過我中國大陸 同意你就讓了 那你是在海峽中線以東 那我現在在海峽中線以西 搞這一條M503 以及三條W12112123 這個是完全我的權利 第二個 我還經過ICAL同意 他還核准 第三個 之前由北往南飛的時候 馬政府我也跟你溝通過了 評審我們不能飛 我們在國際上 或是其他方面 有其他的籌碼說 你就是不准飛M503嗎 我個人認為來講的話 這車馬很小 就跟我們現在一直講 這個MAC503 說怕中共飛機會怎麼樣 那我們知道 主要是民航計劃 他只要經過許可的話 如果說他的 靠近馬公 就是澎湖這邊 有一條A1航路 如果說他現在 他全部都申請2A1航路 是你要叫他走MAC503 比較危險 還是A1航路 我可以用手比一下 當然走這邊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這條航線 這邊這條航線 就是A1航路 有沒有看到 如果說 如果說 今天MAC503的所有飛機 中共飛機 或所有民航機 都申請到A1航路 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是不是更大 當然 但是我還在這邊講 我相信我們政府是很 很全力的保護 我們台灣人民的安全 這我是要給政府肯定的 但是我們要講個務實的問題 就是說 你不走MAC503 他現在全部都申請A1航路 他要攻擊你 不是貼上你台灣 是不是攻擊 是更好攻擊 對不對 這問題來講 那就台商的問題來講的話 你說我們這次談判籌碼的話 對不對 就是我是覺得好像有點反向了 為什麼呢 前幾天我在 我在我們家看那個影集的時候 看一部片子很好玩 就是那個匪徒 把那個他自己女兒給抓到那邊 用槍別他女兒 叫警察把槍丟掉 那我們現在對我們台商來講的話 有沒有一點這種現象 好像是對不對 台商是我們的人 那應該怎麼樣 我們應該限制我們國際航空公司 現在你不准我們在台灣大陸人 回到了中國大陸去 這樣子做的來講的話 才是比較對 當然我 我舉的例子 絕對不是把我們國家的政府官員 當作是這個壞人來講 我說你把我們限制的 我們台商 沒辦法從大陸回來 是不是跟我剛剛的比喻一樣 一個匪徒把自己女兒抓著 用槍比他女兒 叫警察把槍丟掉 因為台商是我們的人 你應該是限制我們國際航空公司 不准這些大陸上 對不對 不管是來我們這邊工作 或架我們這些人 回到大陸上去 是不是應該是要這樣子做 而且這就民航機來講的話 很簡單 我們現在如果不前衡到軍事 民航機最簡單的方法 他為什麼會走麥克五零三 他就為了省油 他為了省錢 台灣的女兒這些台商 還是可以從其他的方式回來 我們沒有抵著他的頭 這個比喻不太恰當 不是我的意思說 今天對不對 我們不准我們台商 就是說不是不准 我們有取消他一百七十六 旁班 是不是影響到 直接是影響到我們台商的權益 我們如果不取消 我們就是直接核准了 而且就是認為你就可以 大辣辣的非這所謂的 W122 121 123 以及M503 那不是更善權辱國嗎 信聰 我在三四秒鐘 好 那我現在我不走麥克五零三 我也不走威士忌 一二一二一二三 這三二航線 我全部申請A1航路 貼著你台灣島飛 你說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是走麥克五零三比較大 還是A1航路比較大 信聰你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 但是A1如果是一個既定的航路 A1是國際航線 對 那他就可以走了 不是嗎 對我的意思說 如果說真的我們要想到說 所謂的什麼那個安全 軍事安全 各方面來講 如果說這些民航機 全部都申請 A1航路 是否離我們台灣本島更近 那我如果說他正要做任何 動作的話我們反應時間 是不是更短 當然政府就是說 幫我們爭取這些權益 來講的話 我們覺得要給政府做個肯定 給個讚 但是台商是我們的人 你現在對不對 不准台商從大陸上 藉由下航或是東航 這兩家航空公司 回到我們台灣來 是不是跟我剛剛的比喻一樣 對不對 你是不是拿著對不對 那個壞的拿著槍 比著自己的女兒頭 叫警察 對不對 不認識人 是 是 董老師你看吧 有些問題要釐清 因為就很多都含混掉 第一個我們政府沒有取消 這些航班 我們政府還在核准當中 是 今天中共 你可以看到的 取消的是他們 主動取消 對 航空公司自己撤回 對 所以 第一個釐清 就是說沒有人在拿槍幹什麼 我們政府只不過說 這條新航線 沒有來跟我協商 所以說 有些加班機要飛這條航線的 我還沒有 我還沒核准 我也沒有駁回 我在等你協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方取消了這些航班 然後就造成 剛才我們看到台商就開始在叫 那實際上就是說 實際上的狀況現在也是還有機票 所以還是回 回過頭來 就本質上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是 然後呢 這是一個國家安全 我們自己國家安全的問題 這是一個我們民航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把問題釐清 我願意更進一步的講 中共說 因為他內部的航線 這個這個擁擠 所以說他要往外推 其實你們這邊有一個這個 M503影響國安跟飛安 就是說M503航線爭議大四季 2007年就剛剛上一張 不是上一張大四季 就是你剛剛上一張 M503航線爭議大四季 對 所以這一條 2007年開始 就圓泥採用 美方施壓而暫緩 所以印證了 剛才我們樂義兄講的 他其實有個國際背景國際因素在那裡 OK就是美中角力的問題 好2014年來了 國際駕駛 原協會要求改善既有航路 為什麼呢 其實2012年 習近平上台以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2012 2013 2014年 習近平 習近平上台那兩年 中國的飛揚 常常發現大雍舍 裡面最重要原因是他們的空軍管制 其實他們內部政治有問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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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的時間 各個機場都一樣 就是說大規模的delay 準點率很低 對 是他們自己內部政治有問題 就是說 是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 航空公司也不解釋 是空軍全部管制 全部的空域 這是第一個層面 所以才有2014年這個問題出來 第二個 第二個層面 A470 如果那個嚴重擁塞 其實中國他們自己內部 中國大陸他們內部 有更廣大的 他們自己軍隊畫了很廣大的 是 那種空訓 那個場域 他也可以往他自己裡面說 就是說 他有這個選擇的 所以說我不認為那是一個充分的理由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幾歲 我們非要這個航線不可 從頭到尾 從兩千零七年到現在看 看下來 他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 不過今天我們也再來看看 剛剛董老師說的這一張 M503的大試劑 零七年 IQO就已經核准這一條線 那當然說 IQO是你中國自己人 可以去影響的嗎 那不過總之就是已經核准了 然後還有包括 W212123這三條銜接航線 本來零八年要用 但是美國有意見 所以就暫緩 一四年呢 國際駕駛員協會說 這個擁設的很嚴重 一定要新的 那新的為什麼 一定要往海峽中線拓 而不是說從中國內陸方向去拓 二零一五年呢 中國就宣布說 M503要生效 台灣那時候是嘛 政府在執政 台灣抗議 結果有兩個 就兩邊的民航組織 叫做航空小兩會 達成共識 暫緩 先不用 可是到三月的時候呢 開始飛 然後呢 是從北往南去飛 在今年的時候呢 一月呢 中國就說 我503要往北飛啦 也不管你台灣的意見啦 飛就飛了啦 那蔡英文是說 你要飛呢 這爭議航道 我不允許 那因為這會破壞 這個所謂的區域安全 然後我們就看到 所謂的東方跟廈門 取消原本預定的 加班的春節班機 對 台灣方面 還能再談什麼呢 除了我們說不準之外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變成說 好這個議題 就像剛剛董老師說 他已經被變成是一個政治議題 因為我們其實討論他實質的部分 真的對臺商的影響 沒有現在新聞上看到那麼大 包括你剛剛那個 民調出來的內容 我覺得那個民調數字 是在於說受訪的民眾 他不是很清楚 說所謂的受害的狀況 那當然就是說 從現在媒體出來報導 他們會好像受害很嚴重 那如果當民眾 自己像我剛剛這樣子 你去訂機票發現 還是訂得到的時候 我想那個做那個 問卷滿意度的 感覺會不一樣 自主的狀況會不一樣 不過換個角度想 其實這一連串 包括說我們談到李明哲 談到所謂的那個 我們的 臺灣的一些共諜的這些事情 看起來兩岸關係 越來越冷 越來越激動 可是兩邊似乎也很想說 已經動了那麼久 能不能來談一下 來說一下 可是現在還卡在哪裡 我們來看看 兩岸關係 看不到所謂的春暖花開 去年十一月 臺灣NGO工作者李明哲 遭中國政府 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五年 隨後被關押在湖南 赤山監獄 李明哲 他的妻子李靖瑜 昨天收到通知 原本今天早上準備搭機 前往中國探視李明哲 不過因為他的台報證 被主銷 也沒有取得合法的旅行文件 所以被拒絕登機 為此陸委會 呼籲中國盡速核准李靖瑜的入境申請 不過中國是否搭理還是未知數 因為李明哲失蹤之初 陸委會曾透過各種管道 協訊李明哲的下落 但中國已讀不回 也讓兩岸關係降到冰點 去年十二月檢調搜索新黨召集人王炳忠的住所 不光是政經國內政壇 中國國台辦更出面聲援王炳忠 並譴責台灣打壓 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人士 陸委會也回批 台灣是民主法治社會 依據市政辦案 外力干預或說三道四 是對民主法治的錯誤理解 我方絕不接受 該起事件引爆兩岸口水衝突 另外近期中國不斷對台施壓 包含共機繞台演訓 還釋放武統消息 總統蔡英文日前接受電視專訪時坦言 不排除中國對台動物的可能性 你覺得中國會打台灣嗎 沒有人會排除這個可能性 開啟戰端 是不是一個選項 他自己要很小心地去斟酌 未來兩岸局勢如何發展 身高衝突還是有緩解的可能性 有待後續觀察 不過任兄 看起來兩岸這一兩年來 沒有什麼正面的訊息 可是雙方又完全沒把話說死 就儘管有一些負面的一些消息 或是動作 但是彼此還給對方留一些台階 怎麼辦 沒有轉環餘地嗎 目前是政治上 因為看不出有有有積極的信號 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兩岸關係不是兩邊的關係而已 就是剛剛多談到的國際因素 特別是美國因素太重要了 尤其是川普上來以後 整個中美關係會發生一些很微妙的變化 可能是一個結構性 現在還在觀察 現在應該講 現在這個中美兩強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博弈 台海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朝鮮半島現在他們兩個應該是合作大國的競爭 有一點合作大國的競爭 但台海是看起來是競爭準備的態勢 南海也是南沙 都是雙方在準備 這些都是一些的 一些的準備的工作 就是美國跟中國現在風向吹得很亂 台灣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重點就是說 兩岸關係當然很重要 之間的彼此互動 還有一個美國的因素 牽動了中美這個大的這一個盤 台灣的選擇 雖然這些都會有些影響 這些小的戰術影響比較小 最重要是在中美之間 兩個大強在準備 各自準備戰役博弈的過程中 台灣的定位在哪裡 台灣應該如何做 這個就很重要 這也不是我們說得算 恐怕是美國那邊說得算 當然 因為中國 當然我們也在某程度 我們也有我們的自主性 我們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自主性 也有 但是在某些場合 我們的能量確實不夠 有些東西我們還是可以 就是我們的定位 要把它定位的更具有彈性 更務實 董老師你會建議小英政府 再釋出更多善意嗎 對啊 你 目前恐怕不行 也不需要 目前是緊繃的時候 目前因為中共 從去年12月開始 有一連串非常不友善的 異常的舉動 我就先不講一個軍機 董老師讓我來 一場動物的賣家炒身之旅 從思路鏡頭誕生的最熱奇觀 4K超高畫質紀錄片 野性伊斯坦堡 以市中心海港郊區為舞台 一會生態之名 如何融入當地人文風情 展現獨特的野性魅力 伊斯坦堡最不一樣的日常體驗 公視家線上收看 劉遠 不只是琉璃藝術創作 更將人文關懷與萬物祝福 融入作品裡 永遠的朋友 抑鬱在生活的道路上 別忘了身邊好友的陪伴與鼓勵 好風好水 象徵台灣的高山堅毅不拔 近水信心奔放 是繁榮謹慎的標籍 捐款五萬元加入公視之友榮譽會員 獲贈永遠的朋友流離作品一件 捐款十萬元加入公視之友永久會員 獲贈好風好水流離作品一件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互播02-2633-2000轉9 永續是什麼 是有乾淨的水 是綠色的環境 還是其實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懶凍久久續發現 持續邀請同學們 用鏡頭發現永續行動 透過影像 記錄下你我身邊的無限感動 2018 BWF 世界羽球巡迴賽正式啟航 全新賽制 全新氣象 精采賽事一網打進 跟著台灣選手戴思穎 以及周天成巡迴各地 高水準羽球國際賽事 盡情鎖定公視三台 一起為台灣選手加油 既然是什麼 天然是女王 可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